紅色外觀小修旅 後座攤平 空間變大 這是印度品牌車KUV100 原本要價約50多萬台幣 近期出清舊車款 下殺不到40萬 這輛是印度的品牌進口小修旅 是目前市場上價格最實惠的進口車 但是因為它是手牌的關係 在台灣市場上比較難賣 它主要是深油深水 搭載五段手牌變速箱 動力採用1.2公升 3缸自然進氣引擎 適合穿梭在擁擠的都市 就算對手牌不太熟悉的消費者 也有免采離合器的換檔結構 可以選配 都是年紀比較長的 因為它喜歡看手牌的 差不多在20幾步 這種小車可能不會再進 除非印度它有做自排的出來 業者表示雖然兩年多來 有賣出200多台 但隨著進口車是競爭激烈 手牌車也將逐漸被淘汰 去年許多進口車商銷售都破萬輛 最受矚目的就屬德系豪車 賓士已經多年超過2萬輛 Lexus也賣破3萬台 年增超過5成 進口車方面呢 像是Shikoda突破了1萬台 Volvo也突破了1萬台 那像VW的話 1萬6千台也創下了 近幾年來的新高 農曆年前或是一個 汽車銷售的旺季 所以當然等這個月底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看 答案是如何 去年汽車市場成長11% 以47.6萬輛 改寫18年來新高 開春第一個月份 還有去年12月的地延單輛 讓今年1月的銷售相當樂觀 三立新聞 中暑惠李孟山 台北報導